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來玩這款聖域保衛戰 那目前正在測試中 12月27號開始三檔測試 測試到1月5號 這邊有說 這邊測試是說到1月12號 網頁上跟實際上的廣告不太一樣 OK 來吧 應該是那種戰棋類的遊戲吧 也不能說戰棋 應該是有點卡牌戰棋吧 稍微看一下那個畫面 然後網路速度比較慢一點 這兩天 這兩天玩一些陸服的遊戲 所以 常常是這樣啦 略略卡 略略卡 這個 大陸的手遊 雖然是蓬勃發展 但是這一年已經被打壓得很嚴重了 有在關注的話應該會知道 他們的一些遊戲啊 或者是網路啊 都被壓縮了 前幾個月前最常見的就是那個實名認證 就18歲以下還是幾歲以下 新少年不能玩 不能玩遊戲 就好像只有五六日可以玩一個小時這樣吧 好 這種就是有點戰棋卡牌遊戲吧 有人說玩法完全造超那個什麼英雄騎士團 有人這樣說啦 我看那個留言 反正我有忘記英雄騎士團的玩法 來試試看吧 把人家玩法造超的話 會不會被告啊 小心一點 那沒有語音 沒有什麼音效 就只有一個背景BGM 還在測試階段啦 測試階段 下方有行動點 這種就有點像西洋騎啊 你看這個 有點像那個馬的走法有沒有 然後馬他可以走兩格啊 他可以走兩次 然後這有點 呃...有點直線攻擊喔 這有點像那個炮啊 就有個障礙物然後可以射射他們 好 反正每個職業的那個走法跟攻擊 你就稍微記一下吧 這邊應該算教學齁 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們要自己理解一下 我這種戰棋遊戲大概是這樣 卡牌跟戰棋嘛 結合在一起的 不是純戰棋啊 純戰棋的話就有點像我玩那個 我頻道上玩的天地傑 也玩了300多起了 如果你對戰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玩陸服但是也有胎服 好 可以使用技能 一樣沒有什麼 比較好聽的音效 有時候甚至沒音效 有時候甚至沒音效 這個音效還沒有實裝是不是啊 走個日志有沒有 血血的這樣子 就跟那個象棋一樣啊 西洋棋也是這種走法吧 只是象棋有那個 拐馬腳啊 拐馬腳 有障礙物的話會擋住這樣 放個奧義 可惜啊 沒有音效玩起來比較乾一點 它的音效就是那種最簡單的那種音效 就這樣子而已 還有蹦蹦蹦這樣 好了嗎 大家有學會這些走法了嗎 我是沒怎麼學會 我只知道這是馬 然後這是弓箭手 然後這有點像騎士 它可以走很大 很多格然後去攻擊一格是不是 好的 可以長按然後加速 那一樣跟那個 我上次人家說的那款遊戲一樣 你一開始可以選職業啊 我記得那款好像是翻童話故事書吧 人類亡靈精靈 那我們選精靈吧 加入戰局 好挑戰1-1 操作位要超好啊 甚至你要自己做出一些變貨啊 不能造超啊 會被老師發現 真的 好精靈少女 精靈遊俠 弓箭手 這個精靈少女就等於是我們的那個 國王嘛 我們會有一個國王卡牌 好你看我可以 隔空射它 好結束回合 這邊有行動力嗎 行動點 這個是什麼東西我就不知道 好 十一一三 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攻擊力嗎 防禦力嗎 好這個有點像車子吧 就象棋的G 然後西洋棋裡面的那個城堡吧 西洋棋我只有小學玩過 然後象棋的話 高中以後還有玩一下下 所以象棋我比較厲害一點 應該不能說厲害 知道大概怎麼玩啊 就是有開局嗎 中局還有殘局 大概知道怎麼玩 然後這個是這種 這種是西洋棋的這種棋盤 這種是西洋棋的這種棋盤 好我們會佈陣一下 開始戰鬥 我方速度比較快 它這邊還會在教我們嗎 還是我們就要自己亂玩 好像還會在教我們 這種遊戲通常是 你只要把他們的國王給幹掉 這個就贏了 通常啦 6個職業 戰士獵人 術師 戰車遊俠 騎士 這是戰車嗎 好它可以直線移動 然後攻擊直線上敵人 有擊退效果 好然後這隻是 戰士 攻擊周圍吧 然後擊殺目標 可以再獲得行動力 就有點連吃啊 以前那個象棋也有連吃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以前象棋有那種 按棋玩法 或是連吃的玩法 或是那種 兩軍隊陣的那種 軍棋玩法 那這個有點像連吃吧 可以吃吃吃吃吃 我小學的時候最喜歡玩那種連吃 一下就贏了 完全拼運氣 翻到那個士就開始連吃 或是帥 將軍 開始連吃 再不然就是玩那個三國 象棋也可以玩三國 也是滿好玩的 再就是玩那個象棋麻將 象棋麻將也滿好玩的 過年的時候都會玩 就大家一起賭博啊 但小朋友的賭博就是五塊錢十塊錢啊 或是跟同學或鄰居 玩一下那個五塊錢十塊錢 象棋麻將賭博 好 半人馬勇士 應該就是那個馬吧 我們剛剛馬不是這樣可以走日誌嗎 其實你要說他抄別人的遊戲 也不覺得啊 因為這些都是象棋規則啊 還有西洋棋的規則啊 我是覺得還好啊 這種棋盤的規則就是這樣 就已經發展了幾千年了嗎 你要創新很難啊 把他變成遊戲而已啊 OK繼續 還在教學 騎士 騎士就是馬嘛 馬可以走兩次 二段跳 然後可以 踩踏敵人 會對周圍敵人造成擊退 踩他 然後把這兩個擊退 沒有啊 喔是踩他然後把他擊退 好吧 不錯了 這一隻是我們的國王吧 他沒有教我耶 還是說我們到這裡就贏了啊 他沒有教學的說 這樣不能射是不是 這樣好像不能射耶 勝利應該是直接踩到這邊應該就算勝利吧 我在想 我試試看喔 直接打他是不是 只能走一次嗎 不是說可以跳兩次 還是說因為我打到他不能再移動 我們剛剛這個殺死人可以再移動 我覺得應該是要踩這個點啊 踩這個點就算獲勝 你可以不用全部殺死 所以我剛剛那個 這隻半人馬應該直接跳過來就過了吧 他是屬於要搶這個王座的玩法 不是殺死對方那個英雄 主要的角色 好奇願之門 抽角色吧 喔是我們實驗抽耶 光之騎士SR 勇武者N-R 然後重複性角色應該會變碎片 死靈戰車 死靈戰車 反正就六大職業 我覺得遊戲不差啊 好精靈少女 我們一開始選的嘛 他就是我們的騎士吧 只是他為什麼拿法杖 我都以為他是我們的法師耶 有沒有 他可以切換職業 戰士跟遊俠去切換 這個真的玩得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然後我也不知道上誰啊 隨便上 隨便上沒差 反正就搶這個嘛 搶這個最快的方式就是用G嘛 用戰車衝過去 衝兩步就 衝三步吧 一二三 哇速度比我們快喔 那我知道了 我這邊 哇螢幕變化還是晚上是不是 有力是怎樣有力耶 不知道 揍他 揍他 不能再動 揍他 然後我們這個法師 不知道幹嘛的 弓箭手好像 真的要有障礙物啊 所以我可以打他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他一開始就是有點架砲有沒有 有點像砲 砲的味道 喔 寒冰護盾 我們可以走兩個 這麼好 再撞他 踩他 好我們過了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我們只要踩這個就過了 好有點夜市功能啦 因為我們是那個精靈是不是 精靈只要夜晚的時候 反正能力會提升 可能是移動力提升吧 好一隻五 那我要不要再玩一場 還是 先這樣吧好不好 好我們把那個 首頁的東西給看一看 組成看一看 組成看一看 好這是去死嗎 這個 下棋的意思啊 下棋的意思 一樣 取個ID吧 怎麼不能打英文 不能打中文 好吧 算了 因為我那個 沒有變啊 那個 輸入法沒有變 音樂音效 遊戲 怎麼關掉 點旁邊 禮包 每日禮包 每週禮包 可以領一下 有個紅點點有沒有讓你進來看一下 然後領一下 還有啊下面還有什麼 然後計票 特會 極盡預約 這都是要課金的 然後手衝 拿這一隻角色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二三天是拿拿的碎片 好新人簽到 他有點童話故事耶 白雪皇后 我只要白雪公主 然後這七隻任務 家群有禮 通行證 通行證 通行證就兩邊嘛 免費 然後 左邊 然後課金 然後右邊 英雄養成 養成的話好像可以拿這個是不是 這卷手可能是召喚券喔 我們剛剛有 抽抽嘛 十連抽嘛 然後有心願單 十連幣的SSR英雄 這個英雄司機我也不知道幹嘛的 現在不知道 喔應該是排行榜啊 這邊應該是玩家的 玩家的排行 遊戲不是還剛開服嗎 奇遇 好這邊有其他的玩法 經濟場啊 活動啊 懸賞酒館 英雄塔 還沒開 好 英雄部分 我現在 精靈上也是我的主角嘛 這個的話 這也能升級嗎 這個也是可以養成的 不能超過我的等級喔 天哪 那一定要先升這種 喔這個N角喔 怎麼那麼爛啊 先升SSR好不好 先升SSR好不好 可能要先培養SSR吧 為什麼它是 它是那種 這種 黑白的 是因為沒上陣嗎 沒上陣顯示黑白嗎 不知道耶 任務 好 玩最後一場 這個是狩獵豬 我可以放下來啊 先不管啦 我們直接打了 直接打了 好你看這邊有 黑夜跟白天的一些差別吧 現在好像是晚上 是不是 喔白天 森林周圍出現石頭 什麼裝置啊 發光了 可以 讓它沒有buff是不是 我們直接衝過去吧 不知道幹嘛的 我們這邊有奧義可以用 抵抗 哇 他們會抵抗耶 抵抗是不是那個 比較難打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打不過 我們打不過 敵人太強啦 敵人太肉啦 什麼 點這個 拿個 好過了 呃 理論上這邊只是 教學而已 所以不會太難 他告訴你這個東西 可以這樣秒殺他們 是不是 魔法石喔 灰夜女王給的魔法石 好 敵人全唾的話 也會算過關 回組成 手衝就他嘛 就是他要介紹這隻角色啦 然後直接可以領取 直接可以領取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們現在在測試服 不用手除 是嗎 看起來是這樣 直接領取 只要登錄就可以領取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這樣 這其實是手衝啦 那就送我們這個角色就是要養成這些強角 他在哪裡 不見 沒看到 拿到應該是拿到啦奇怪不見了 領取 英雄養成 不對 英雄 沒看到耶 不知道現在我不知道 背包咧還是在郵件 有可能在郵件吧 也沒有 這是其他角色碎片 你們想我自己來研究一下 還要找一下奇怪 他不是說我拿到了嗎 還是他騙我 我們戰鬥看看好不好 在這裡啊 他在這裡啊 在這裡啊 他是馬就對了 他是馬 這個我們可以任意調整 這個我們可以任意調整 你也可以上馬 上馬的時候你可以想說我要怎麼跳 我跳 我跳跳 我跳到這一格嘛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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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這裡 這可不可以到這裡啊 不知道 他有自動策略喔 他有自動策略喔 石頭或召喚水晶 我不知道幹嘛啊 會不會叫敵人啊 打不動 我知道這個馬了啦 這個馬你可以跳兩次 沒算是你可能會耗兩個行動點 那我們就直接跳就好 不用管他 消耗一個行動點吧 是不是 沒有因為打到人了 所以不能在跳是不是 不能打喔 可以啊 還是我乾脆用G這樣衝過來就好了 搞不好用G衝也過啦 用G這樣衝衝兩步 一步兩步就過了 沒有很難沒有很難 不要想太多 我剛剛想太多 想說是要把那個召喚石給打爆啊 好 我覺得不錯玩啦 但是可能有抄襲的嫌疑嗎 跟另外款遊戲什麼英雄騎士團 可能很像 我看留言是這樣 英雄騎士團我以前也玩過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 小鈴鐺按鈴鐺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囉 我們下期再見囉